這個位置,中間在上面一點點 叫Action Script把它停用 對,停用,按確定 他問你說是不是要變更,是 確定 好 那剛剛是有保護對不對 現在就沒有保護了 不信的話各位可以試試看 我們一樣的方法再做一次 我再開個新的 工作表 從Web,把剛剛的網絡連結 連到到之後 這個網頁呢 他本來是無法匯入資料的 但是因為他那個JavaScript現在無法作用對不對 所以他現在已經他的那個防護 這個保護層已經被我們破了 所以他現在呢 按匯入之後的話 一樣到A1 按確定 他這個時候的話呢 資料有沒有出來 就出來了 對不對 所以基本上呢 如果 就是這個方式是適用在 他的保護是用 JavaScript寫的 好 不過呢你會想說那老師我 JavaScript我怎麼知道 他是用JavaScript寫的 基本上 你可以在 A1的版本裡面有個開發者工具 開發者工具裡面呢就會有 所謂 HTML 你這個HTML 他在網頁裡面有HTML CSS版型 另外一個指定碼 指定碼裡面呢 就是JavaScript 所有的JavaScript都在這裡 但是 這對各位來說太難了 你看看 你看看它裡面其實就是 去做一些保護的 一些部分 那城市 這麼多行 1000多行 你如果沒有時間看的話 直接 把這個關掉就可以 OK 我記得在差不多中間偏上面一點點 這個 但是最後記得要把它再打開 不然你很多工人就 失效 OK OK 齁 齁 OK 齁 谢谢大家